嗨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最近天氣真的非常非常的冷 拍攝的這幾天最低溫大概才11度左右 早上超級難爬起來 就算爬起來了 要上廁所也會很容易找不到 東西 不過呢 好險在天氣變冷之前 我就已經幫我的衣櫃準備了新的保暖衣物 所以呢 今天就來看一下我最近幫我的衣櫃 會新增的哪些保暖衣物讓我可以度過寒冬 反過說 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就是這一件來自LIFO Minimal Garments 的大雪梯 到了冬天怎麼可以沒有一件大雪梯呢 這一件呢 是我在上個禮拜去台中玩的時候 在Lex看到就整個心動直接購入 它呢 其實乍看之下是一件灰色很單純的衛衣 但是它其實在中間的地方呢 有做了一個縫線的設計 那這個縫線就很像是把這件衛衣區分成是 上下兩件底色一樣 但設計不同的大雪梯 上面呢 就是寫了 Minimal 然後下面就是寫了 LIFO 很像是把兩件以前那種校園大雪梯 拼接在同一件衣服上 在設計上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歡 它的裡面呢 整件都是做了刷毛的處理 所以在著用上非常的保暖 版型的部分呢 就是做了寬鬆的版型 整體的肩膀比較寬 袖口也是寬的 然後袖長也稍微長一點 所以在搭配上會有積一點點的袖口 營造出比較接頭的感覺 那最特別就是它的下白螺紋的地方 它的下白螺紋是比起一般的螺紋再更緊 然後長度的話也是比較短一些些的 所以其實反而它在搭配上是可以 把你的腰身直接固定上 就是整個提上來 但是看起來不會很怪異的造型 搭配上我之前買的有一件和聲的微喇叭褲 配上皮鞋 就可以營造出比較接頭的寬鬆感 但是又帶一點點正式的造型 復古學院風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太老氣 那這也是我覺得之前在別大學梯 比較少會看到的版型 接著第二件 就是來自Wiston的防潑水防風機能外套 說到Wiston的外套 因為我的印象都會是 比較多立體的口袋來設計的造型 但是他們今年出的這一件呢 我覺得就比較特別一些 雖然說也是很多的口袋 但是它都是把它變成比較平面的方式 用剪裁跟位置的設計 來營造整件外套的層次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第一是很特別 再來就是我覺得它更白搭 不會說造型感太過強烈 正面呢一共有六個口袋 然後是左右對稱的 側邊一個拉鍊式的口袋 正面一個用快拆的磁鐵做成的口袋 最後就是在胸口處也有一個 拉開拉鍊可以放東西的口袋 再來就是背面它也有做了一個很大的口袋 然後是用壓扣的設計在背面 不過這一個我覺得平常應該就比較少會用到 偏向式造型的設計 接著就是它靈口的設計 它這一件呢是做了雙靈口的造型 所以搭配上你不用穿兩件外套 一樣可以達成這邊有個層次感 然後如果你是平常全部拉開的話 它剛好裡面的那一套呢 也並不是做全長 是剛好到一半的位置 所以單身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在前面比較飄逸的感覺 那對造型我覺得也是一個小亮點啦 那雖然說這一件的厚度看起來比較薄一點 好像沒有到很保暖 但是呢其實它在零口的地方是比較厚的 所以這個地方啊 如果你平常拉鍊拉起來 脖子暖身體就暖 拉開之後呢 裡面是一個 連帽的設計 所以這件的變化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算是他們今年的秋冬裡面 個人最喜歡的一件外套 就是這一個非常多變的外套 這件外套的示範搭配裡面 有一個小小小亮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沒錯 就是這一雙 SMG跟REBUCK聯名的Pump Fury 之前就收到那一直還沒有時間搭配 剛好今天這一套配上它 我覺得很適合 就順便拿來穿搭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SMG呢他們近年就是會 以未來復古跟機能元素的方式來設計鞋款 未來的元素放在復古的鞋款上 並加上品牌非常帶有軍事感的均綠色 那它的這個均綠色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並不是那種很純很深的均綠色 是比較帶有灰色色調的 所以再搭配我這套造型 我覺得會更適合一點 它在鞋款的很多地方都能夠看到品牌的標語 譬如說 背後的這個地方就有做了織帶 然後印上了SMG的全名 正面的地方也有用了織帶做了若影若現的品牌標語 充氣的地方呢 右腳它是用了以往的REBUCK的LOGO 左腳呢就是換上了SMG的LOGO 廣中的部分呢一樣是採用了灰均綠色 那基本上兩個的色調我覺得應該是一樣 也是它們運用不同材質的效果來呈現出不同的造型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一直都很喜歡的一個設計方式啦 鞋底的部分呢除了有用了潑墨的設計之外 最重要也最酷就是它加了越野底的設計 除了更符合整雙鞋比較軍事的感覺之外 再來就是它可以 增高 讚 接著下一件就是身上的這件來自FUNCTION的搖立絨 衛衣 通常衛衣的材質啊大部分都是像第一件一樣 就是毛巾布的設計 然後下擺的地方會有羅紋嘛 那這一件呢我覺得它非常特別就是在於它的材質 是使用了比較常會出現在外套上的搖立絨 第一是非常的保暖 第二就是如果你今天搭配 一樣是可能深藍色的單品 它的層次就會更明顯一些 再來就是下擺的部分 它的下擺呢 就沒有做羅紋的下擺 所以在搭配上就不用擔心說下擺的地方會卡住 然後變得憋憋的沒有那麼好看 這一件搖立絨它在主動上真的是很暖又很挺 因為一般我們如果想要保暖的話可能會想要穿毛衣 那毛衣呢第一是可能怕穿著你的身體會覺得刺刺的不舒服 再來就是毛衣通常會比較軟一些 所以在搭配上會比較容易呈現沒有精神的感覺 那這一件呢它所使用的搖立絨非常的舒服 所以即便它裡面也是毛的材質 但是在作用上皮膚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挺度的話 大家看得出來 它也比起一般的毛衣來說硬挺很多 所以對於身材比較銷售的人來說 這件就會是你們的救星人 那除了大面積的材質之外 它在胸口也是有做了一個口袋的點綴 然後放上了品牌的小夾 就在這個地方讓正面不會太過單調 不喜歡穿大學T有下面的羅紋 或是你對一般的面料已經穿你的話 這一件Function的搖立絨衛衣 個人就非常的推薦 保暖又好大 接下來的呢就是這一件 近期非常多的人在IG 或是在底下留言有詢問過我的外套 這件棒外真的是超級帥 它是來自台灣品牌Platio Studio 所做的棒球外套 造型呢就是比較仿造以前大學校園的那種棒球外套 厚度呢也非常的厚 算是今天介紹的全部裡面我覺得保暖性 最好的應該就是這一件了 那這一件一看到它就愛上的原因 不外乎我覺得它的配色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它是選擇了森林綠的那一種森綠色 然後配上的是米白的袖子 雖然大家可能現在在螢幕上看起來是有一點白色 但其實它的實質顏色我覺得是比較偏米白色的 包括袖子跟它的刺繡 然後還有它螺紋的白色的地方其實都是米白色 所以配上它的綠色整體造型就非常的富裕 材質的部分呢 它這一片整片綠色的毛料真的非常的舒服 因為其實蠻多的棒球外套都是做毛料的嘛 但摸起來有時候就覺得粗糙粗糙 或是有點扎 扎手吧 但這一件完全沒有剛剛的問題 就是非常的柔順非常的舒服 所以其實當時一摸到就有點小驚豔 覺得很讚啦 唯一比較可惜就是它的袖子的部分 它使用的就不是真皮 是使用了合成皮的造型 雖然說可能在著用上並不會到影響太大 但就是真皮跟合成皮的差異吧 算是美妝部組的一個小細節啦 版型的部分呢它是做的比較寬大一些 不過因為棒球外套本身就是屬於版本的造型 所以即便它做比較寬大 衣裳也不會到太長 對於身高不高的人來說 想要穿到很大拿二號也是沒有問題 因為像我自己就是拿二號 穿起來就是可以呈現比較誇張的寬鬆感 但是又不會因為衣裳而截去身體的比例 算是我自己覺得棒球外套 蠻適合身高不高人的一個原因啦 今年呢我覺得算是棒球外套的回歸年 就各個的品牌都有推出自家的設計 算矮個在秋冬裡面保暖性足夠 又不會對身高造成太傷的單品啦 所以蠻推薦身高不高又想要找外套的人 今年可以考慮一件棒球外套 好以上就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保暖單品 那今天的單品不知道各位哪樣最喜歡 又或者是你們有買了哪一些不錯的保暖單品 就這樣歡迎可以底下留言 我們互相的分享討論一下 好那今天就這樣 創造希望大家喜歡 不要忘記訂閱我頻道 還有IG然後小鈴鐺 請幫我點讚我新影片 那今天就這樣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